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夠新鮮的牛肉 錄完之後的色澤仍然是帶粉紅色 這裡的肉當然是不例外 亦是比起八合里的粉嫩很多 一起給大家看就知道差多遠 話說我早兩個星期就出了一段影片 跟大家說深圳最有名的牛肉火鍋餐廳 其實近幾年已經變得不太好吃 不是太建議大家疫情之後再去吃 於是就有很多朋友問我 深圳哪一間牛肉火鍋是比較好吃的呢 其實我早在兩年前 都已經曾經帶大家去試吃過 距離深圳北站十多分鐘車程的一間 挺有名的潮山牛肉火鍋小店 就算直到今時今日 這間都真心是我暫時在深圳吃過 最好吃的潮山牛肉火鍋餐廳 當然它令我上次吃它 都已經過了兩年多了 它的水準有沒有變化呢 所以早前我就有再去幫大家試試 看看現在的它還值不值得 推介給大家 這間餐廳就是銅坑雅蟲牛肉店 巡禮先說湯底 這裡有七款湯底 甚至是有適合用來進補的牛邊湯底 但是還是說一句 潮山人吃牛肉火鍋 其實都只會選牛骨湯底 如果這裡的牛肉真的夠新鮮的話 用牛骨湯的鮮味 釣一釣牛肉肉的肉味出來 就已經足夠了 這裡的牛骨湯底 雖然沒有我在鄉下吃到的濃味 但是在深圳來說 已經算是比較足料 鮮味比連鎖品牌 醬料方面 由於這裡是一間很傳統的 潮山牛肉火鍋餐廳 因此醬料的選擇是比較少 十隻手指都數得了 不過你說我侵氣 我也是這樣說的 潮山人吃牛肉火鍋 其實一碟沙茶醬 就已經足夠了 這裡的蝦肝味是很重的 不過花生味和香料味 都是比較淡 我覺得只是中規中矩 比較一般 如果你是比較重口味的話 就可以選擇點這個特製的辣椒醬 味道是比較鹹香 我甚至覺得比起沙茶醬 還要好吃一點 接下來就正式說說肉 先說說比較矜貴的五花展 即是後腿的牛展 也即是其他牛肉火鍋餐廳所說的五花子 這個部位由於帶比較多筋位 加上浴洞比較多 在坊間很多潮山牛肉火鍋餐廳吃到的 通常都是爽脆得來 有一點點韌 但是這裡的魷魚比較新鮮 所以會亂口一點 只剩下爽脆的口感 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夠新鮮的牛肉 錄完之後的色澤 仍然是帶粉紅色 這裡的肉當然是不例外 亦比起百合理的粉嫩很多 拼在一起給大家看 就知道差多遠 老實說 其實只看你就真的已經發現 這間餐廳的牛肉比坊間高一折 放入口就更加容易分清 加上口感嫩滑很多 肉味更加重很多 不過我始終覺得五花展太過瘦 油香味不夠重 不是我的改一杯茶 這次都是說回我比較喜歡的部位 士檳即是牛展對上的堅甲小牌 由於帶有油筋和油花 所以口感淡得來 肉味會濃一些 空口油 有些餐廳會叫它做空口爐 是牛空前的一塊 充滿油脂的軟組織 放入口咬幾下 油脂香味就會滲出來 而且會越咬越香 這裡的牛丸 是有分山丸和熟丸 其中熟丸是牛筋丸 山丸就是普通牛丸 不過還是說一句 由於這裡的肉夠高質 所以山丸的肉味也夠濃 更加重要的是 這裡的口感實淨得來 很夠彈牙 及得住我在鄉下吃到的手蛋牛丸 而我最喜歡吃的部位 就是釣龍 即是肉眼的部位 夠新鮮 夠高質的釣龍 吃下去真的做到入口即溶的效果 然後你整個嘴都會充滿牛肉的香味 這裡的當然是做得到 而其實這裡最招牌的部位是雪花 即是其他餐廳所說的撥韌 也即是牛頸的肉 這裡的雪花還有分兩個級數 普通和特級 那我當然是豪氣點 買貴點的 這個部位由於是整隻牛 動動最多的部位 加上是滿部油脂 咬下去不單是有少少彈性 牛味也是這麼多部位之中最重 雖然這裡的牛種肯定欣賞A5和牛 但由於肉真的夠新鮮 肉味沒什麼流失到 特級雪花的油脂分佈也不會差到哪 加上真的很夠便宜 這一碟這麼大碟 都只是說48元人仔 因此從CP值的角度來說 這一碟肉我真心覺得高過在香港吃到的A5和牛 而我也知道有人可能會有進步的需要 既然這裡有賣牛邊湯底 那有沒有剩牛邊點 答案當然是有的 甚至有賣生牛蛋點 不過不好意思 比較出名的牛歡喜就不見有 話說我兩年前來的時候 這間餐廳真的是一間名符其實的小店 整間餐廳只有兩個鋪位 左邊的那間是用來做切肉的廚房 右邊的那間是來做火鍋生意 門口達空地還放了幾張桌 用來賣牛肉果條 不過可能由於這間餐廳之後上了必吃榜 出了名多了很多人過來光顧 餐廳不僅要賣旁邊的兩個鋪位 將他們打通 而且還要多了一個軟一點的鋪位 即是說整間餐廳現在總共有五個鋪位 那麼多了 當然門口仍然要放些牌來賣果條 兩年前用來做火鍋生意的那個舊鋪位 現在就用來賣果條 想吃火鍋的話就一定要去新鋪 其實這樣絕對是一件好事 當然我還記得 舊鋪的環境真是一般 不單地地上多髒 我甚至記得有很多烏鷹在飛來飛去 環境跟街邊大排檔差不多 新鋪不但裝修新淨棄理了 地上乾淨了 更加重要的是少了很多昆蟲 甚至設置了電話LOCKDOWN SYSTEM 終於不用揭曉一本油膩的菜單 我想對於介意餐廳環境的人來說 這間餐廳的吸引力絕對大了很多 裝修漂亮了 價錢當然會有所提高 我那次是兩個人來吃 叫了綠碟肉 賣單要281元人仔 對比起其他深圳牛肉火餐廳來說 是比較貴的 沒辦法啦 一分錢一分火 總括來說 這裡的牛肉仍然是這麼新鮮高質 甚至不能測試過我在鄉下潮傘地區吃到的 加上環境好了 坐得舒服了 我覺得遲些通關之後 大家都可以過來這間餐廳吃 而且一進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 這裡的顧客大部分都是講潮州話 有別於深圳其他知名的連鎖 潮傘牛肉火餐廳 大部分去吃的人都是講普通話 你是很難找到一些潮傘地區人士 足以證明這間餐廳的實力 也是必吃榜上少有 真是名副其實的餐廳 另外可能因為 童坑雅蟲油肉店這個名字實在太過普通了 所以現在它在各招牌上面 還多了喜潮山三石子 話說附近也有一些賣潮山有火鍋的餐廳 如果大家想來這間餐廳吃的話 就要認住這個新招牌 好了 今集就先來到這裡 照舊都是說一句 不知道大家還有哪間深圳餐廳 想我去試吃一下 看看它 疫情之後到底有什麼變化呢 歡迎在這段片下留言 告訴我 而如果想看我已經拍過的餐廳的話 看youtube的朋友就可以按右上角的IG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